各位香港星辰Channel的朋友 大家好 星期六 黄昏的时候 Andy又有一个突击直播 也许不已我请来的一位帮手让我吹吹水 李健达先生 达sir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如果有附着我们香港星辰Channel的朋友都知道 其实之前我也访问过达sir 达sir也在我们搞的那场比赛面 帮手做过评判和我们好朋友 但是为什么要找达sir上来呢 一来我知道他在香港 你很厉害 我知道近年你都不在香港 是工作才回香港 是的 你反而是一年前移居了去泰国 聖诞节 是的 那不是很久了 七个月八个月左右 是的 听说就是想想更健康一点 空气 身体想健康一点 我的身体需要健康 所以我找的地方是给我的养生 是的 是的 那你觉得在泰国很辛苦 我其实在泰国生活是非常好 因为我可以早睡早起 以及做运动 今时今做 充足去研究我的对身体 要吃的那些天然的东西 以及做 最重要是人开朗了 和开心了 气候没有那么濕 空气爆了 只是闷了一点 又没有了很多香港的朋友 但是 但是 我这些香港朋友好 每个月都离开网 是的 还有我们现在的社交媒体 近在止尺 远在天边 近在止尺 大家都可以练得到 是的 真的 是的 也不是很远 是的 有一件事 我现在乘回来 今年是达sir 正式 当年加入舞台的三十周年 是吗 我是新人 哪有三十 三十年前 1989年 你是推出《有去不已》 是的 爆红 又被你这样也计到 我又要说了 我又想当年 所以我们想做一些新的东西 当年《有去不已》 就是用一些故事的插曲 爆红 以及以一首EP 一首四首歌 但是拿到八幅唱片 他其实创立了多兴望成绩 感恩 是没有想到的 是的 我知道达sir这么多年来 他有做不同的工作 不过也没有放下音乐 他两年前听过你的节奏 是 有出来开演出会 是的 多谢大家的支持 多谢你们的支持 我有看 好看 好看 还有做完秀之后 其实自演员都做一些新的歌 其实我一向都有希望做新歌 只是说 其实就是要提时机 因为我近年很想希望和朋友一起做 就不是说你建立单人去做 好像为了名利的那种感觉 而是我觉得是用音乐去和我以前认识的歌手 和很多很幼心的歌手一起合作 希望你将我们的广东音乐继续去白亮 虽然你说很多人都说香港音乐是死了 我也觉得是你的心 可能市场的销量可能会很差 但是其实音乐的创造应该是不断的 只要我们一息尚全 我们继续 因为我是一个唱作歌手 是 是 要作的 如果不作就停不下 所以不要浪费自己的机会 因为懂得作 懂得编续 盡量去 希望为了香港的音乐继续推上去 无论市场很差 我觉得是精神 而不是销量 没错 而且有些歌 我都听过弹曲 去年的圣诞节 说一下那首歌 我都觉得挺喜欢 那首歌 其实是因为我们的信仰 经教 很希望你看到 好像你刚才说 另外一个角度 人生的你 令到角度迷爱 在圣诞节里面 最主要是 主角 就是耶稣 圣诞节 最主要是 不是耶稣 当然是行脉 很重要 希望透过音乐 和年轻人 拉近距离 去年圣诞节 听过那首圣诞节 最近 应该是这个月 八月 就是新鲜滚热 这几天派台 这首歌 听歌名叫吹水 是 一听我完全猜不到 原来你是想说这一件事 不如让你们解释 吹水 那年轻人不喜欢吹水 不只是年轻人 我想很多香港人都喜欢吹水 我们现在都吹水 没有 其实最主要就是 我以往里面 大哥 是写一些 很有感情的歌 是 也都 今次是一个基于巧合的 是 一年前 在广州做一个功能的时候 预认了一个很好的朋友 大家就是吹水 聊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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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 很久没见过 大家 他也是在香港以前 出过唱片的 他叫李达成 八百年的未来老唱半分 是我的前辈 你记住 我应该是八九年 你不知猜 但我记得李达成 因为八百年他出道推出唱片 那场面主打歌是第一次 你也很聪明 还有一首叫做过艾过 你真的很厉害 因为国语版是黄杰的歌 我很喜欢听那首歌 只有你 他就唱了做过 我应该叫他来做这个汪文 但李达成其实那时候也挺威衰的 因为那年我们在港台搞的 最入前途新人的奖 金奖是草莽 銀奖是他治安 同奖是梦剧院 而邮议长就是周慧敏 而另一个就是李达成 你是一个香港乐坛的历史的 我今天有一个很喜欢听歌的学生 留意得到 因为那时候那些西人奖是不容易拿的 他觉得很厉害 拿到西人奖 他以前的形象都很日本 以前是日本 我觉得他的声音很美 刚刚遇到 你前辈说 李达我们认识那么久 那么难得再遇上 其实真的很难得 因为大家都没有见到很久 是 各有各的经历 刚巧在那个委员 大家又觉得 李达成 我们能不能一起去唱歌 我说也好 其实我是顺口 我认识 不是很欢迎 就是你去跟他吹一下水 吹一下水 他很认真 于是他在年头的时候 就说我们歌什么时候有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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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要去做 我认识 我认识 怎样两个男人 又不觉得爱情 但 这个叫朋友的情 我2017年就和我张感情去唱歌 对吧 看看两个男人还有什么可以突出 我认识 因为我不想随便写歌 大家说没什么算 就想一下 不如我们是 我们大家都是广东歌手 我们都讲的是广东话 不如我们 或者我们需要 保育一下我们的文化 不如行什么 两个人行什么 大家都有个共通点 所以就 刚刚我们上一代有歌的那些口语 我都不懂得写 对吧 对吧 那一个是 横马兰 横马兰是怎么写 横马兰是怎么写 我昨天听到你的歌叫 横马兰 横马兰 对吧 横马兰 我想想横马兰是怎么写 在那个方向那里 就用一些口语化 希望再接近这个人群里面 对吧 所以就写了一句话 这首歌里面的歌词部分 有很多这些 你想去一些广虎画的 广虎画 我想画很多的 不过 有些都卡了出来 横马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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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我们是很广东才说的 不是吃饭 是吃饭 是日饭 是以前的 是个人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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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肉豆豆 那些 你两个想起 我觉得我会会见 其实我也是有 给Sam哥影响 当年是偶像 是 偶像很深 而且我很欣赏 他就是 他将香港的文化 放在音乐 其实我都希望 你说我像许鸣杰 我都开心 因为 不是说我们 回到那个年代 而是 我觉得 Sam哥的意料很好 是将香港文化 放在音乐 成为香港真正的 真的很香港的音乐 是不是 就是在讲香港文化 我当然希望 成为他的接班人 是不是 我觉得 其实 是不是一个接班人 有时 不一定说 要用一些 供应的进食去行为 你的心已经是很想走 那样东西 其实你已经在做那样东西 是 如果大家说 我接近我也很开心 其实 我觉得很多 做音乐的人 都很想做一些 有使命 有一些心 或者有些主题的东西 有时候 你始终 在商业擅长中 都有很多 潮流 商业批质 要你怎样去做 你的歌 可能情歌多 会容易收落 我情歌 一定是年轻人 会容易的 不过 我常常都不信命 我常常都喜欢 试一些新东西 这只不够 下一只 我会是这样 我觉得是精神 去做广东歌 才是重要 所以你就来人事不好 因为你曲弛 编 都可以一手包办 制作 录音 那现在好多人要浪费 去做歌 你就自己包办 这样说 其实也有利 也是从一个商业角度 我也是在赚钱 但是我会常常觉得 香港音乐 不用钱 而是用心去行 如果大家很多人 你刚才说 很多你的听事都喜欢唱歌 我绝对鼓励你们 因为 其实这个才是精神 对吧 你看到人家外国的音乐 都是这么精神 其实 大家都不需要什么绑 在这个年代 也算拿到第一个 最重要是你的歌 别人喜欢这些 其实 大家推出来 如果 例如 你很容易 但是这首歌 都吹得挺个人 那我已经开心了 其实 你叫我拿 No.1 不是没意思 我觉得 是一个 bonus 大概的东西 但是最重要是 这些人喜欢 没错 那这首歌呢 有没有MV 会不会上YouTube 其实 拍了一个MV 不是 他们想做一个 LiveMV 所以 是会等到下 后才有新的音乐 那我们期待 因为大家可能 也会找一个渠道 可以听到这首歌 又或者我回家 看看可不可以 设置一个简单的MV 给大家看看 可以啊 有些高潜版的 对 因为现在的平台很方便 大家都很高 对 好像你的平台也这么好 给我们一个机会 那当然要 其实我们可以有很多话 我正正想问一件事 因为 刚才你说 譬如我刚才唱到的粉丝 都很喜欢自己唱歌 其实创作音乐 很多人都喜欢的 就是 就好像你 帮我们做个评判 我演唱的 今年第十届 是 那我们每年都有原创歌曲组 那被人是要 拿一些自己创作 或者是一个团队 是要 曲辞都要全身的 对 那来到他比赛 很容易 对 那便好 好啊 你给了一个机会很多 香港很有魅力的业整人 是一个平台 大家尝试 其实我觉得这些是好事 但我很想你给大家一些鼓励 因为很多人说 我真的很喜欢作曲 我作曲 都不知道我来做什么 又会用不到钱 但又要赚钱 就是要赚钱的 就是很多这些现世的压力 还有很多人不用出来 首歌 有没有人喜欢 有没有钱去衡量 有没有人喜欢 那想一想一想就灰心撞气了 那你怎样鼓励一下我们 怎样看待这个前进 各位很喜欢 创作 创作 唱歌 又很喜欢唱作 像我那样 其实又不用担心的 因为现在的年代真的不同了 是 其实真的在现在的年代 你一定要用心去做一切 不是为了背后赚了力量 反而我常常都验我这些学生 我说你这个梦想应该一定会有 但是 那找不到钱 那你未去找其他工作 去收获你的梦想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要经历的 不过只是说 你很幸运地当年是有监制的收入 才能够继续可以做歌手 因为其实做歌手是很少收入 真的 当年也是 都是 80年 80年 就算你说我获了白金 其实我的钱很少 但是我们是有一个梦想 那我们坚持也不想通 你看到我 其实我做过监制 唱片监制 亦都做过Facebook的MT监制 这一路都是在支持我的梦想 就算去到后期1997年 我加入上华唱片 他未静 他如云监制 都是监制 所以当我签了一个约 就是唱作入联监 但我都是需要一份工 刚好我拿了监制的工 其实很多年轻人 你不用担心 你可以找一份工 收入 但是那份收入 就是用来追随这个梦想 我觉得是会有机会 其实很好 刚才有一个演员问我 你怎样可以支持他这么久 你知道唱歌真的找不到 我就解释他听 为什么要支持就是 等于你和一个人谈恋爱 怎样去支持这份爱 如果你不是喜欢他 你为什么要引受他 我觉得应该很重要 但唐诗真正的爱 是 没错 是吧 你很窮 这个真的是你的爱 你真的是所爱 我觉得这个事情 其实也不是很辛苦 只是说 你可能会没有 其他歌手那么容易爆红 但我又想一下 1989年你都爆红过 都接受过 但是是不是爆红 你就已经没有了梦想 又不是 其实这个梦想不是爆红 因为我的初心 很想让我的音乐大家听 是的 我创作 那我不和我都可以推出来 更加现在这个年代 有YouTube 有Facebook 其实所有的联志民 真的不要听说 不要用意念和哄 不过我很希望支持大家 就是最重要是你从心做梦 写一首 你很喜欢的歌 首先你喜欢的情人 不要理人 接着你问一些 你或者前辈这些 听一下 我后悔 跟你学习 你觉得这首歌好不好听 给意见 就是要听到他们的意见 又自己在山上 是不断地成长 那当然了 如果下次有机会 你又用这些情况来做 我都可以给一点点我的意见 经历了那么多 有没有意见给大家 但是 就算这个意见 对你可能未必是对听 但是如果你能够接受它的时候 是对你的成长一定会有好处 你见识当年都被人捱得很厉害 说我唱歌很作妆 其实我一点都没有作妆 但是没有办法 我不会骂那些人 你明白吗 我先收到 那我以后就说 我不要这么作妆 就是我会的 好吧 不要这么作妆 不要这么善情 但是你要记住 现在大了 再用经历了 其实它就是对我好先 这样说的 可能 虽然我成功了 但是我又不会说 我也成功了 想听你 不是 我都听过的 我又听过 但是又消化了 我以前看了外人 还是踩我 反而他踩我 就多了一样 要去见面 看我有没有音乐 如何再唱 或者再处理外音乐 是 我曾经听过 一位不开名的 但我现在都猜到 是现在的 因为很成功 他唱作歌手 是 最初 因为他内容不错 那些人说 为什么你不作成作歌手 就是唱作歌手 是 因为他很喜欢唱 是 结果他们走一条 叫做明虹的路 是 他创作了200首歌 但是200首歌 才有歌手 是 那唱了他的歌 他自己 才可以再出来做歌手 是 但是那条路 他觉得很丰盛 因为作了200首歌 之间 他可以上次作不同的歌 包括二歌 是 很多不同的歌 令他对音乐的草藝 他很想参考 是啊 是不是啊 李建达都要作的二歌 你别以为我没有 唯有那些我们熟 二歌金曲《冰沙小天使》的主题 很熟 金曲 是不是那位 哪位唱的 姚秀令 是的 我就记得 就是当时你唱的 是的 我都要作的 二歌 你别以为我没有 其实大常作的很多歌 我都很重 其实什么都要尝试 其实二歌 我都可以的 是啊 是的 当然 你最高的一个人口 应该是你自己填词 有什么意思 是 如歌是浪大友 是的 就是阿浪的故事 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 是的 其中一首是变色感情 小鳳 小鳳姐 星爺唱得很好笑 星爺版 我都叫小鳳姐版 我当然是小鳳姐 是高度 认真的版本 但星爺唱得很好笑 我都可以 Andy最喜欢给白淑惊喜 其实呢 你作的所有歌之中 有一首 就真的可能是仓海运珠 但我用现在的歌 拿出来听 是 主唱者叫郭可盈 哦 我们已经感到中间 当时你不是用真名 而是那个作品 哦 又是向海 海洋 海洋 但是我突然知道是你 是不是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是 因为那个project是你搞的 是的 很好听 有你意见 我知道那首歌 其实有些基督教的feel 有些福音的讯息 其实就是想 一个商业 但又不发售 其实都是说爱的 但你代入一段 比如说爱情 爱情 友情 那首歌很好听 YouTube还有一首歌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我喜欢 因为有时我喜欢听得很甜蜜的歌 因为有时做的都很辛苦 有时觉得世界好像很严手 是 你听过一些很甜蜜的歌 由我当年未拍拖 到现在做两个高闻 是 那这些歌 有时都会鼓励我 其实人与人之间的一份爱 是驱逐我们面对现实的残酷 那我只听你这么说 你的太太一定对你很好 当然 为什么呢 你不会说我这些惨情歌 你会说我这些甜蜜的情歌 我都喜欢听小说 我认识感情 我不是常听 当然了 因为你的感情已经是 没有变色了 你需要变色感情 你当然听你 由你这样足够 吹水 我想你都可以的 一些很静能量的歌 那首歌真的很好听 那首歌 那首歌 但是还是在说你的心情 最重要是你现在很甜蜜 你不会再喜欢听 《哀哑不易》 《偏要求情》 或者《自身感情》 又或者我以前那些什么 很认识的怀念你 你就不会喜欢听 我喜欢的 我一直在等待你 都会复刻 不再流浪 欣赏 不再流浪 那首歌 我在最近我自己的基层 因为有些年轻人 都会说 我听过你的歌 没理由你不可 真的这么说 其实我很喜欢你唱歌 真的很感动 既然是这样 我再重温 我自己去重温 我觉得有契表会好听 因为你觉得有很多费 我认识是情歌 但除了这首歌之外 你不是很多情歌 是挺入主题的 全部都是在讲我的慘情 都是在讲我的慘情 最后一天 陈小琦填词 那些人填到我在台北的一段爱情 我没有告诉他 他只是听我的音乐 因为是Chris Barrina 天福 他只是听我的音乐 写了一段 叫《最后一天》 感情是刚刚分手 听我歌名 都已经心疼 我再听我都心疼 我原来当然是这么惨 真可憐 不经历了 所以现在改了就吹嘴了 《苍凯为主》有一首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 在这里 欣赏好 不再流浪 很多人喜欢的歌 不再流浪 不再流浪 那时候是疑民潮的 是的 和另外一首歌 我也是一队 是Beyond的舞会者一首 你们是同公司 同公司 很迟的 因为我和家区 都挺意念的事 对于音乐 对于人心的事 其实那次我忘了 你演唱会说 还是你跟我说 你有一番说话 是讲家区的 我到现在都仍然鼓励自己 还有我写一个文章 很高过的 那时候是说Beyond初期 你说他们不是那么多资源 例如你出去开演唱会 不是那么多人跟前跟后 是 他说连个乐器都要自己讨论 是 但你好像说过家区 就给了那些说话 就是你做到自己做的 是 那时候自己讲耳机的时候 他很好 他那次说 你不答你 不要担心 不要靠人 要靠自己 所以我就因为他一句 我自己去学编曲 我以前都是假受人 因为都是新的 那身边就是因为家区 鼓励了我 朋友 这个是很好的原因 不要靠人 自己来 那我不是一手的 自己来 所以现在曲弄得更加 不是 一学习而已 就是 就是说一句 你一定要有这个心 第二 有朋友给一个这么好的机会 说了这么鼓励的说话 听了入耳 已是过 但是辛苦 我就说 因为你什么都靠自己的时候 真的辛苦 但是我觉得 有没有所谓 就是 你好像你说的 这种爱 和音乐的爱 是一个 在场面的事情 是不是 好像你和彼佬 是一样东西 就是一样东西 那你继续 我和达sir聊天 很开心的地方 就是 因为是个性 我只是一个平民 但是我和你聊天 是没有个同感 就是好像大家都在个人生活 是不是 原来你们觉得 喜欢唱歌 或是喜欢创作歌曲 不一定要做到歌声 就是不用要升的层次 总之不用去升爷 不是 这样说 我不用担心的 每个人都是一个歌手 是的 我就想听他说话 不过一样东西 我始终都说一句 我会鼓励大家 唱好了自己的歌 自己去批評自己 然后你才给一些 知心的人 再给一些厌力 然后你一定会改进 你一定会成功 无论你好不好 这个不重要 我觉得是 你有个梦想 继续 只要你 我觉得是牵持一些东西 不要求其他 就是不要求其唱 不要求其作 不要求其作 不要求其片 用人生这些歌 要求自己多一点 因为我自己对我自己很严格 我对人可能没有那么严格 我对我自己的作品 我是改来 改来 接着我去唱的时候 我都唱了很多年 但是我都要求我唱这个 我不喜欢 我不要 人家听完 你怎么会再轻松 我就听别人说 又唱得轻松一点 再重新 我会是这样 去要求自己 不断地改进 其实我都是正在改进 我都不是最聪明的 我都是一直在这样进步 是吧 由八九年到现在 我都是希望尋头 由我写歌 但今次唱吹水 是一首我从来没有写过的一类 很难写 对我来说 这个词 什么调表性 又什么 需要做一个搜索 要 要 这首歌是最久的 写得 另一些DJ会问我 你写了多久 这首歌 写得足足够 是我从来没有写那么久的歌 但是 但是我觉得 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 还有给很多 怎么说 我再认识 原来我们很多词 真的不太会写 是 很有趣的那些字 大家如果有乐这首歌 不妨你看一下歌词 我觉得不是说 你不一定要你 喜欢这首歌 但是我觉得这首歌词 对吧 那不如快去弄个歌词 慢一点先 不要等到九月初 我会听你的意见 我会因为你 我就应该在我的Facebook 弄一个这样的办法 Facebook也要放在YouTube 那些朋友听完我们的LINE 又立即在YouTube打吹嘴 你演唱 希望大家都会在YouTube支持一下 但你现在的Facebook page 是叫什么名字 我现在叫做 这个叫做 李建达音乐老陈 我记得做 李建达音乐老陈 我先看一看 你快点给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那些朋友就看一些Page 留意到你的 我最近真的跟上我以前的歌词 因为我听起来 我也觉得 我只喜欢你《1982》 我不知为什么 我好像前面那样 又觉得挺苦 虽然伤感了些 但又挺好 又可以不宜 又可以不宜 现在小听 我听起来的介绍 有一首叫陆鹤行 周吁申写的 又是《北塞隆》 那些蝶子 因为里面有一首歌 我现在才看回 他那首歌是《一家乡彈结花》 《泰极》唱和音的那首 当年最红的《泰极》 很难得 其实我以前遗忘了这首歌 后来有些支持者说 这首歌我也很喜欢 我又听说 其实这首歌也挺好看 因为那首歌也挺好看 所以我很希望 便宜出这首歌 我也希望他会 我会全力支持他 你歌曲风很多元化 还有提出很多元化 还有一首歌 因为有一个健康的老师 《營累人生》 是的 好像《柳南文》 好听到 因为我以前很少听 我希望他有 我找回他 我说 潘sir可不可以给我一个视频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 我听到他就挺好听 我以前太感动 太忙了 他找到一条片 我觉得很好 但我放了上Facebook 但现在不放过 因为好像有摆一圈 他停止了 歌词我还记得 一生只想有人能停下脚 原来 他洗得很好 因为其实他只是说 那些蓝文 他一世是这样崩崩波 没错 其实他根本是 人生我什么都不知道 他只是想落地生根 停下脚 就是入心入肺 在那个年代真的很得 但那个年代 因为太忙了 真的没有自己欣赏自己 我现在听到 潘sir 我多谢他的人 我没练过 我一直都觉得我 我乱想你 其实你那种店 都是很有价值的 所以我们真的激到 我说了很多次 文雪在旺角 创得挺高的 我没见过 我文雪有学生来看 他说我的价钱是拍得住 张国荣的 说我 我拍得住哥哥 你放在哥哥旁边 一样价钱 因为哥哥都叫出客服客 你都买得到 你不坚持原版 我的歌是很厉害的 是吧 但我零一拍 放在他旁边 也很荣幸 真的 而且你那首《二位不宜》 很多人现在听到 都常常说 故事 总是会说这些东西 但其实我小时候 听到现在 我都还不听 每一次听 我自己感觉 我会很爱 但是 你又用一个正面 去听一首负面的歌 那时候我爸爸带我看那部电影 我听到那首歌很感动 那时候当然未知道 李健大在哪一位 你才知道 但那时候故事就是 阿郎 他变了阿嘉 他变了心 后来他很后悔 但听完这首歌 就是 你想回来也有什么 看天文人生 大家要珍惜自己 你身边的 如果真的爱一个人 我觉得不要的 什么年代 不要别人说你什么年代 我觉得 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 要用心里爱的 那我们相信 无论是你最新 几天前才派台的 就是吹水 或者未来 我知道你继续会用你的真心 写很多真心的歌 其实陆续有利 如果大家不嫌弃奇莹歌手 你明白 其实陆续都有 因为我跟你说过 人生难得 去到这个位影 都在做音乐 那我就会邀请 很多我认识的歌手 也都很有心 而且最重要是 他不嫌弃 我们一起合唱 我就会邀请 就是我认识那些 首先你会听到的 就是 除了李达成 就有何婉萍 哇 我亦都邀请了一个 都是年轻过我的歌手 但是他丹续有很多 的马俊维 他答应了 我目续都会 因为我希望 将音乐 和《有情》 拉起来 而且我觉得 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 那你的歌 你这首歌 也算是一首 到时再想 因为其实 我亦都不是为了 推出这些歌 等于我刚才很强调 就算 如果又绑上到 是一个歌 如果绑上到 我觉得也不是很重要 因为我觉得 友情 现在去唱这些歌 纪念一下我们的友情 这个是最重要的 即是我感觉 好像和你聊天 好像回到学生年代 很崇尊的 价值姑 我也是很喜欢 那个年代的 很赤字 是的 很简单 大家很简单 我其实也想 生活很简单单 人与人之间 很简单单的朋友 我也是不喜欢複杂的 很开心 今天我们直播到这里为止 不过我相信 达sir很快就回到泰国 是的 过几天就很快 离开香港 即是回来几天 可能去宣传一下自己的歌 是的 因为有一些 推不到的访问 要做 好像你突然叫我来 我都尽量抽时间 其实达sir 我今早才讨论达sir 我说 出新播了 有什么帮助 我只是这样说 那我们今晚 已经大家促成坐在那里聊天 其实我真的觉得 不是一个很明星 或者好耀不可及的 即是 我都找你 现在已经发生 我觉得这件事是很好的 我们能够可以 因为我们是能够可以支持的 得定支持 Honkong Stinger Channel 经理和Jacky一起 这么有心地搞 我是感动的 感动 我们一定会全面支持 好 多谢达sir 期待你更加多 感动人生的作品 谢谢 加油